走了 娘娘 下来 好家伙得出大事了啊 你说你们云南人心咋这么大呢 就这么信任我 这么大个家业就扔给我 不管了 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两天了 这两天是对我是真放心的 不管也不问的 这要是在咱北方 有这么大的一个院 你们猜猜得值多少钱 带你们先转一转啊 看到我身后这边 这院子里边还有两个 打球的地方 再看后边这里 还有菜园子 走前告诉我 这菜园菜随便吃 现在再带你们先到院里看看 妞妞走了 走 溜溜去了 看这边院大吧 然后从这边呢可以下去 我带你们先下去瞅一下啊 看这环境怎么样 然后下边这一排房间知道是干嘛的吗 妈呀 连门都没管 看到没 房间里边有被有床 这楼下是好几间 然后楼上还有 一共是九个房间 然后那个 这个房子的主人 临下山的时候告诉我 不想在车里住 可以随便选一个房间 随便住 给我单独留了一个房间 让我洗澡上厕所 给你们看一下 开一下灯 看了没 房间里边都特别的干净 而且这种都特别的复古 房间里有双大床 然后这个房间 就是留给我洗澡的 是不是妞妞 哎呀 妞妞也在这里洗了个澡 出来把门带上 再带你们去别的地方看啊 嗯 上面这里一溜玻璃房 带你们再到这屋 瞅瞅啊 这有一个升降机 这个是来回 应该是雕茶叶的 然后这里边 这个机器 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揉茶叶的 这还有这么多筛子 就这个大炉子 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炒茶叶的 看这屋老大了 干干净净的 这屋里头 再带你们上楼上瞅一瞅 从这就能上去了 这地方大吧 还妞妞你比我跑快 看见没 这上边就这跟大阳光风似的 我没猜错的吧 应该是晒茶叶的地方 应该茶叶就放在这里边晾晒 你们说我猜的对不对 在这上边站着 就能看着咱们的房车了 房车停在这了 带去那边看一看 这四门吧 是啊 哎呦我的妈呀 看了没 这上边还有这么大一个露台 非常非常的大 看站在这个上边 往下放眼望去 看这风景 妈我就把手机拔住了 被掉下去 美不美 下边那里还有小房子 看 那里是蓝塘江 那边也能看见 环境好不好 哎呦我去太带劲了 打掉 打掉你不敢下呀 来我抱下来了 好了 好了 来 往这边一再放眼望去 这环境又不一样了 然后这下边呢全是那个 叫什么来着 芒果呀还是什么树 就这下边 也是那个这个房子的主人他们家的 然后一直到那边那个房子 就这一大圈全部都是 然后下面这个棚子是养鹅养鸡的 哎呀我去没谁了 就这 这台只是这个房子里 一丢丢 还有呢 我再带你们下去看看啊 看这边还有这种 非常古老的这个 物件 上面那里还有一个 我就特别的喜欢就这种 复古的东西 晚上给你们看一下这屋啊 看这屋气派不 这屋是喝茶的地方 没事可以坐在这里喝喝茶 这屋整的不错吧 走 再给你们看看这个 知道这是啥不 这是我最喜欢的肉肉 你看看银子这边这肉肉长的 啊 看这肉肉长的真好 这边这两个屋知道是干啥的吗 这里边是厨房 看你的大厨房呗 敞开是你大厨房 带劲吗 玩事隔这边呢 还有 这下边还有一层 你们说这地方带不带劲吧 要环境有环境 要风景有风景啊 温度还比较舒服 啥啥都有 哎呦 你们说要是建这么大个地方 这占地大约都有多少亩 真的 我做梦都想有个这样的地方 太带劲了 真的 这比起城里的生活 那这简直就是 人间仙境啊 好